為了慶祝11月17號 世界早產兒日 台東馬街醫院25號 邀請了早產兒家長回到醫院 共同為早產寶寶們舉辦親生茶會 可哥的狀況還不錯 可哥出生的時候 他只是早產過輕而已 區域的那個狀況都好 比較擔心是弟弟 弟弟狀況是比較有 就是他的發展 怕他就是發展比較不好 現在早產的發生率 在全台灣大概就是8到10% 那在台東大概就是9到11%左右 像是胃食困難 還有成長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所以在對家長來說 在照顧上面其實還是會比較辛苦 那也需要比較多一點的注意跟關心 醫生表示早產兒常見有肺部 心臟及神經發展的問題 嚴重甚至死亡 而未來更有三分之一機率 有發展遲緩問題 對醫護人員及早產兒家庭 都是極大的考驗 如果遇到不得不出生的情況的話 其實也不用說太早 太悲觀的去看待這些事情 那因為其實現在的話 大概26週以上的早產兒 在台灣的照顧來說都算是很不錯的 那24、25週的存活率也都蠻高的 醫生也呼籲媽媽懷孕後 除了要定期產檢 更要戒除不良習慣 以及保持正常生活作息 才能有效降低早產兒的發聲 記者們在台東市場的報導 臺灣 臺灣